婚礼时间 米洛岛的维纳斯 维利斯·登米洛 也被称为米洛斯岛的阿弗洛迪特 这个雕像作品是珍贵的原作之一 1820年在米洛岛被发现 然后被作为礼物赠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八 随后国王将其赠送给卢浮公 现在这片作品可以说是生米远播 并且是卢浮公的正宫三宝之一 罗路的上半身表明 她是希腊爱和美的女神阿弗洛迪特 她从海中诞生 被罗马人称为维纳斯 根据雕塑上的一些细节 作品的年代可以确定在公元前100年左右 其实这个雕像原本是有双臂 并且女神本来带有金属配饰 应该原来也是彩绘的 那到现在呢 这些颜色啊 配饰啊 双臂啊 都已经残缺 只留下给我们无尽的遐想的空间 是一部超越时间的伟大作品 惠宁时间 法国巴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